来佛氏音乐学院呢 合作大学呢 是罚名鼎鼎的西伦敦大学伦敦音乐学院 在全英音乐教育领域是No.1的存在 这个场地呢 是学校的活动大厅 可以容纳120位观众 平时这里就会有特别多的演出跟交流活动 今天来的时候 刚好赶上了音乐表演硕士班的同学再彩排 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型演出 场地幕布后面 隐藏着一个号称钢琴界的劳斯莱斯 来自于斯坦威的钢琴 紧接着就会看到最大的一间舞蹈教室 可以看到三面墙镜子 可以容纳舞团排练多个节目 在这里上课超级宽敞明亮 窗外的风景无敌的好呀 出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宣传手册 在学校的玻璃墙上面也看到了 这个舞蹈汇报演出的海报 叫做无限 学校还为每一位演出的学生 拍摄了精美的宣传片 Mobius is a wide range of artistic expression 接下来是第二个舞蹈教室 虽然没有第一个大 但也足够宽敞了 两个教室足够不同课程的学生使用 这里平时也是免费开放 给学生进行排练跟练习的 接下来呢 我们换了一个楼层 即将开始开盲盒的部分了 这里有18间不同乐器的独立练习室 以钢琴居多 也都是斯坦威钢琴哦 用这样的钢琴可没有理由 不好好学习了吧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乐器吗 iPhone上面的那个 iPhone那个就是 除了乐器练习室 我还看到一个专门为乐队排练的房间 另外还有一个给流行唱法同学练习的KTV 全世界不超过2000套 在新加坡只有四台的录音设备 学校也是免费提供学生音乐创作练习使用 这个是多媒体教室 每个座位上都配备了Mac电脑与最新音乐创作软件 再来看看学校的教室了 宽敞明亮风景好 学校是设置有音乐与舞蹈的两大课程领域 包含了音乐表演 音乐制作 舞蹈等专业的本科与硕士课程 前涵盖了音乐与舞蹈相关的多种专业 无论你是西洋乐还是咱们的传统民族音乐这里 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专业 关于来佛式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 我会专门再做一支影片给大家 适合什么人群 课程的优点与缺点都会带到 应该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好了 关注我 新加坡留学走花路 我们下条视频再见了 拜拜